! 哈囉,大家好,我們早安,我是電探少女小一 本週的第一則科技新聞是有關於iPhone SE 2 雖然呢今年大家的焦點都放在iPhone X上面 不過應該還是很多人在等這隻小尺寸手機 iPhone SE的推薪吧 畢竟小水寸手機才是賈伯斯的靈魂啊 不過在外型上面卻現在有兩派的說法 一派是表示iPhone SE 2應該會跟iPhone X一樣 採用全面屏小瀏海玻璃機身的設計 那另外一派則表示應該會延續iPhone SE 小醫師覺得應該不會採用全面屏的設計耶 因為這樣不就要把蘋果超昂貴的 Face ID臉部辨識系統加入了嗎 這樣iPhone SE 2的價格 可就不可愛了唷 之前台北市場參選人被形容成三種不同品牌的手機 其中是像iPhone的國民黨籍蔣萬安 以及像Nokia的國民黨老將丁守中 還有呢就是像HTC的柯文哲啦 那小醫呢覺得其中有些分析還蠻有趣的 像是柯文哲呢雖然看上去很老派 但卻常常參與很多創意新潮的活動 而贏得了不少年輕人的心 這點跟HTC手機的形象還蠻接近的啊 而被形容成像首舊Nokia的丁守中 可就沒那麼開心啦 頻頻強調自己也是非常跟得上時代 不過呢看看人家Nokia 3310復刻版這麼的可愛 像他也不錯啦 電競加年華VFORCE 2017 在這星期展開了連續80小時不斷電的活動 時間是11月23號到26號 今年呢在BYOC區擴增到了1000多個名額 也顯現了大家更重視對電競活動的參與囉 那也剛好今年立法院剛通過將電競納入運動賽事 讓更多呢喜歡電競的朋友 未來都可以有機會得到更多的資源啦 現場還有很多的電競品牌 來參與展出自家最新的產品 小姨跟Linda都覺得非常的精彩 時間還順三天 所以有興趣的朋友要把握機會去走走呀 今天的科技小電報就到這裡結束啦 喜歡我們的影片別忘了按個LIKE 以及訂閱電他上輪頻道 還要把粉絲團射成搶先看唷 大家掰掰 掰掰